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探讨几本引人入胜的书籍 以及一些重要的书籍评论 首先 我们会谈到阿德林 奈特的《狂野心灵》 这是一部专为有声书设计的作品 让你彷彿置身于一部电影中 接着 我们会分享五本 适合不爱读书的男生读的奇妙书籍 这些书充满动作和冒险 一定能引起你的兴趣 最后 我们将深入了解南希 佩洛西的新书《权力的艺术》 其中详述了他与特朗普的争议对话 和他丈夫遭遇的袭击事件 如果你认为你已经了解这些书籍 那就错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狂野心灵》的故事虽然让人感觉良好 但你无法在书架上找到它 因为它从未以印刷形式出现 这是一部由阿德林 奈特·埃德莱奈特所著的有声书 专为聆听而设计 巧妙结合了电影般的制作 和多角色的精彩演绎 ABC新闻报道称 这本有声书由导演塞里德温 多为Serevan Dovey亲自操刀 并以奈特的笔名发表 故事围绕博 西里文·Bosillivan展开 他曾是热门野生动物纪录片 《狂野心灵》的制片人 但因双胞胎兄弟被诊断出癌症 他回到了家乡洛德豪岛 Lorthal Island 在那里 他意外地成为了一个走红的播客主持人 并与过去的爱人兼对手 格里芬·马尔·瑞芬·马尔 重逢 这部有声书在制作过程中 充分利用了录音技术 和多角色演员的表现力 成功地将听众 带入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声音世界 多为在接受ABC新闻采访时表示 为有声书写作是一种解放的体验 他认为我们正处于有声书的黄金时代 多为指出 许多非小说类作品 尤其是犯罪类型的创新播客 已经在有声书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他希望小说类有声书也能从中汲取灵感 通过多角色演员和录音室中的现场表演 创造出更具氛围和情绪的作品 《狂野心灵》在制作上确实花了不少心思 例如格里芬使用手机录制语音备忘录的细节 使听众更深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这部有声书还融入了播客和电视节目的元素 让人听起来非常满意 七位声音演员分饰不同角色 整部作品只有4小时47分钟长 对于繁忙的城市通勤者来说非常适合聆听 《落得好岛》在《狂野心灵》中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设置 他本身也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 这个位于中间火山起源的小岛 由于其孤立性拥有着非常不寻常的进化历史 多维曾经访问过这个地方 他试图将自己的一些科学写作自然地融合进故事中 提及了宾威和脆弱的物种 如《落得好岛》竹节虫 《落得好岛木鸡》 《普罗维登斯海燕》和《巴利纳天使鱼》 多维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制作 他透露这个系列中还有另一部有声书即将推出 他认为传统的基于印刷的出版商 通常将预算主要投入到书籍的印刷版本中 有声书往往被视为文本的附庸 而不是平等的伙伴 然而 这种只拥有音频形式的创作过程解放了他 使他能够将整个预算 投入到创造最佳的音频体验中 在Yahoo US的报道中 男士们被鼓励多读书 特别是小说 这并不是要你回到高中时代阅读那些枯燥复杂的东西 而是要你发现那些充满动作 冒险和勇气的精彩作品 以下是一些推荐的书籍 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 都会被这些书籍吸引 首先是《大卫·贝尼奥夫的贼城》 这本书讲述了两个年轻人 在战火中的俄罗斯经历的一切 包括枪支 炸弹和不可能的任务 这本书内容丰富 既有搞笑的部分 也有动人的情节 接着是安迪·威尔德·海尔玛丽计划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地球注定要毁灭的故事 唯一的希望是一个人和他的任务 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 连续九周排名第一 并即将由瑞恩·高斯林主演 搬上大荧幕 威廉·肯特·克鲁格的这片温柔的土地 则是一个关于四个大萧条时期的孤儿逃亡的故事 充满惊人的转折和惊险的冒险 这本书的情节让人想起哈克 分的冒险 安东尼·多尔的《我们看不现的光》 是一部二战背景的惊悚小说 讲述了一个盲女孩和一个年轻德国士兵的故事 他们的命运如何交织在一起 让人难以试卷 最后是《枪书》 这本书虽然有些沉重 但也充满了轻松愉快的内容 非常有趣且见地深刻 这些书籍不仅适合不爱读书的男生 也适合任何寻求好书的人 另一部备受瞩目的新书是《南希》 佩洛西的权力的艺术 她在书中详述了2019年启动对唐纳德 特朗普的首次弹劾调查前 与她的20分钟对话 根据CNN的报道 佩洛西在接受Dana Bash采访时 回忆了这次对话 描述了特朗普如何在电话中抱怨 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然而佩洛西则坚持推进调查 特朗普在电话中反复强调 她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 而佩洛西则回应说 我们会找出真相的 不要害怕 佩洛西还在书中回顾了2022年 对她丈夫保罗的暴力袭击事件 这次袭击对她和她的家庭 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她描述了袭击后的混乱和痛苦 以及家人们如何应对这一切 佩洛西表示 这次袭击对保罗的身体 仍然造成影响 而她的家庭也在情感和心理上 付出了代价 这些故事和书籍展示了各种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情感 无论是通过有声书 小说 还是非小说作品 都能让人深入体验他人的世界 这些书籍不仅提供了娱乐 更让我们反思和理解生活的不同面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狂野心灵 Wild Hearts 是一部由阿德林 奈特 Adeline Knight 创作的专为聆听 而写的有声书 他甚至没有印刷版本 这本书讲述了 博·西利文 Bosillivan的故事 他曾经是热门野生动物 纪录片系列 狂野心灵的制片人 他曾经是热门野生动物 但因双胞胎兄弟被诊断出癌症 而回到家乡洛德豪岛 Wild Hall Island 并意外走红于播客领域 当纪录片团队来到洛德豪岛时 博与他的爱人间对手 格里芬 马尔 Griffin Mar 重逢 这部作品由七位声音演员演绎 时长4小时47分钟 适合在城市通勤中聆听 故事涉及宾威和脆弱物种的保护 如洛德豪岛竹节虫 洛德豪岛木鸡等 作者塞里·德温 多维 Sridwan Davi 以阿德林·奈特的笔名写作 认为有声书是一种解放 因为它不只是文字的朗读 而是专为音频体验设计的艺术形式 多维表示 有声书可以通过多角色演员 和录音式的氛围 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并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制作 1. 贼城 City of Thieves 大卫 贝尼奥夫 David Benioff 在制作《权力的游戏》之前写的小说 讲述了两个年轻人 在战火纷飞的俄罗斯 执行不可能任务的故事 充满了幽默和冒险 2. 海尔玛丽计划 Project Hail Mary Andy Wear Andy Weir 撰写的科幻小说 讲述了一个人挽救地球的任务 这本书曾登上纽约时报 畅销书榜 并即将被改编成电影 3. 这片温柔的土地 This Tender Land 讲述四个大萧条时期的孤儿逃亡的故事 充满了惊人的转折和惊险的冒险 让人联想到哈克芬的冒险 4. 我们看不现的光 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安东尼 多尔 安凡尼德 的二战历史小说 讲述一个盲女孩 和一个德国士兵的交织故事 非常感人 5. 枪书 The Last Gunfighter 虽然有些沉重的内容 但这本书轻松愉快 迷人 且非常有趣 反映了对育儿和死亡的思考 在新书《权力的艺术》中 前中医院议长 南希 佩洛西 Nancy Pelosi 详述了在2019年首次弹劾前 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的20分钟对话 佩洛西回忆 特朗普在电话中 抱怨并辩护自己的行为 而他则解释 推进调查的原因 特朗普坚称 他的电话是个完美的 而佩洛西 则称 那是一个清晰的电话 并强调将继续调查 佩洛西在书中 还详细描述了 对他丈夫保罗的 袭击事件的影响 这次袭击 导致袭击者 被判处30年监禁 佩洛西回忆了 在袭击事件发生后 告知他的五个孩子的情况 以及这次袭击 如何对他的家庭 造成深刻影响 他强调 这次袭击对保罗的身体 和他们整个家庭的情感和心理 造成了巨大代价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狂野心灵》是一部专 为有生书而生的作品 这是一种创新且解放的尝试 事实上 有生书市场正处于黄金时代 许多优秀的作品 甚至由电影导演掌舵 让读者有如聆听电影般的感受 我们不需要印刷版本来体验一个好故事 这就像在古代 人们围绕火堆聆听故事 这是一种纯粹的艺术享受 楚天书 虽然有生书现在很火 但一本书如果没有印刷版本 就像一个没有影子的吸血鬼 你真的相信所有人都能在忙碌的城市通勤中抽出时间戴上耳机聆听吗 还是你觉得有生书能取代那种翻阅纸张的愉悦感 试想一下 如果沙士比亚的作品只有有生版本 我们会错过多少美好的诗句和文字游戏 谢琪琪 你提到沙士比亚 但不要忘了 沙士比亚的戏剧原本就是为舞台而写 不是为印刷而生 再说 现代技术让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享受故事 不管是在开车 健身 还是做家务 数据显示 有生书市场在过去五年增长了近30% 这证明了人们对这种形式的接受和热爱 楚天书 你的数据很有说服力 但别忘了 印刷书籍也有它的优势 根据美国出版社协会的报告 指值书籍的销售量 在2020年达到了8亿本 这比有生书多得多 这表明人们仍然对指值书有着深厚的情感连结 印刷书籍不仅仅是阅读 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想象一下图书馆里只有耳机 这种画面让人感到一种奇怪的未来感 谢琪琪 你说的没错 指值书有它的魅力 但你有没有想过 声音是一种更直接的情感传递方式 在听《狂野心灵》这样的有声书时 角色的情感和语调可以更直观地传达给听众 这是一种无法通过文字达到的效果 就像古代说书人 他们的故事能够感动人心 是因为他们的声音充满了情感和力量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么说好像我们都要回到听说书的时代了 虽然有声书的确能传达情感 但它也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读书是一种与作者心灵交流的过程 而有声书则像是给我们一个固定的解读 再说 电脑生成的声音有时候冷冰冰的 难道你想听一个电子版的莎士比亚念 罗密欧与朱丽叶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让我们来看看狂野心灵 这本书由阿德林 奈特 阿德莱奈 索着 但并未以纸直书的形式发行 而是一部专为有声书设计的作品 这本书讲述伯西利文 波西利文在兄弟被诊断出癌症后 回到家乡洛德豪岛 Lort Howe Island的一段故事 并进一步造成了意外走红的播客 这样的设定无疑为现代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验方式 尤其是在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中 能在通勤或家务中享受故事的魅力 这本书由七位声音演员演绎 让听众仿佛置身于一场声音的电影当中 我们常常见到有声书只是单纯的朗读文本 但 狂野心灵 显然走得更远 这是一本专为聆听而创作的作品 这种创新为有声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赛里德温 多维 斯瑞文德豪 在采访中提到 这种写作形式让他感到解放 因为它使得故事更加生动 这种全新的形式让我们看到 有声书不再只是纸直书的附庸 而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书中还融入了自然保护的元素 如介绍兵为物种 这让故事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一种知识的传递和情感的共鸣 接着来看 五本适合不爱读书的男生的奇妙书籍 这篇文章 文章提到五本适合不爱读书的男生的书 试图打破人们对阅读的刻板印象 例如 大卫贝尼奥夫的贼城 讲述了两个年轻人在战火中的冒险 这样的故事情节充满了动作和刺激 非常适合那些平常对阅读兴趣不大的男生 安迪 威尔的 海尔玛丽计划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本书将科幻和冒险完美结合 地球的命运取决于一个人的任务 光是这个设定就足够吸引人 而这片温柔的土地和我们看不见的光 则将历史背景和个人故事结合 让读者在体验历史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和成长 这些书不仅仅是故事 更是一种情感的体验 电子书和有声书也是文章强烈推荐的阅读方式 这些都打破了传统的阅读形式 使得阅读变得更加方便和多样化 特别是文章还提到图书馆和电子阅读器的便利性 这无疑为那些不常读书的男生提供了低门槛 高效益的阅读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来看看南希 佩洛西的新书《权力的艺术》 这本书详细描述了他与特朗普在首次弹劾前的20分钟对话 揭示了这段政治风波背后的真实故事 佩洛西的这段回忆无疑是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真实还原 他提到特朗普在电话中不断为自己辩护 坚称电话是完美的 而佩洛西则强调需要对此进行调查 这段对话不仅揭示了两人的政治立场 更展示了佩洛西在面对压力时的坚定态度 佩洛西书中还描述了对他丈夫袭吉事件的深刻影响 这部分内容无疑增加了书的情感深度 他在书中提到习吉事件对他和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影响 这让读者看到一位政治人物背后的脆弱和不安 这些细节不仅丰富了书的内容 更让读者对佩洛西这位政治人物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总结来说 这些书籍和文章都展示了阅读和聆听故事的多样性和魅力 无论是有声书的创新形式还是特意为不爱读书的男生推荐的书单 都让我们看到了阅读的不同可能性 而佩洛西的新书则让我们了解了政治风波背后的真实故事 这些都让我们更加珍惜和理解阅读和故事的价值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